同学们 咱们现在有两名队长候选人 他们是潘思岩和李承岩 赢的那位候选人将成为正式队长 他们现在有权利 可以在所有的小将们之间 选他们自己的队员 在最终的队长争夺赛前 两位队长候选人将通过点球护射 在抽取门将的十位冰球小将中 挑选各自的队员 球队经理人易阳迁徙 领队雷佳音变身门将 分别代表一位队长候选人 把手球门 潘思岩和李承岩轮流进攻 进球的人可以率先选择球员 而没有进球的 则失去优先选择权 最终组成队长争夺赛的队伍 下面由潘思岩和李承岩出列 由潘思岩先选择一下 选择一样清洗 李承岩选择维加一 维加一什么原因 就还帮我那个一万千十数上呗 我其实满怀希望站到了冰上 结果 潘思岩准备 潘思岩 加油 潘思岩 加油 潘思岩 他们肯定都会先挑王子 潘思岩如果先选 肯定先选王子 王子最厉害了 我能感到李承岩有很多压力 潘思岩是感觉幸福 潘思岩准备点球 杂思岩一� bur 好 哇 哇 潘思岩可以选择一面队员 王子 王子 王子是吗 我会放水的 放心的 放心 潘思岩我会放水的 听着教练 他说他要放水 我要放水 谁放水 不想放水啊 为什么第一个选择我放水呢 因为他打得好点 不想被他选 因为我帮李昌岩嘛我想帮 好 李昌岩现在开始选择你的队友 如果王子被选了我就选马饼子 马饼子 yes 李昌岩准备点球 守门员失忆 李昌岩不一定发得劲呢 加油 李昌岩 能感觉到李昌岩有很多压力 不管是人选择 如果是人选的好的话 就能应该死 李昌岩准备点球 守门员失忆 李昌岩不一定发得劲呢 加油 李昌岩 能感觉到李昌岩有很多压力 如果是人选的好的话 就能应该死 李昌岩 你 我没有 李昌岩 李昌岩 鱿寒 李昌岩 李昌岩 江玌 李昌岩 李昌岩 请忘 董洋 董洋 李冲言董洋 他是牙 他打得厉害 李冲言光可爱不行啊 得找个厉害的 董洋 拍四眼准备 这些小孩其实也挺看到的原事的 就是队长肯定没有选上自己心里的队长 我真的是很努力地在想把球弄得出 来 把球 雷冲 雷冲说什么我肯定没有 哇 潘四眼一次一次 黄雷老师玩的时候 这感觉是厉害 是很强大的 可我拿那东西黄我 那也没办法赖我咯 潘四眼可以优先选择 大头 耳朵 不愿意 又想做好自己的本分去收好这个本 但又不太享受 就想让孩子把这个球打进去 这会儿害怕会有这种实力悬殊太大 这个队伍 就看队长默就不行了 瑞雪岑 再见 我被李超元队选中了 我感觉我们队肯定要数了 什么元是亦 加油 接住 加油 接住 加油 加油 我真的是很 很勉密地在想法球面前 我们去逃 董子林进入潘思岩队伍 单膝回地 选拔比赛结束